我继续问这个丽将军好不好 稍后这个旧房室我留给介大使 这个彭博社披露了 不是一段关于中国大陆跟菲律宾 关于仁爱交座谈的录音吗 当时我们有详细讨论这个录音档的内容 然后呢隔天这个司令就被休假 现在确定了 他被拔关 他整个关被拔掉 菲律宾说是未造 那干嘛要把他拔关呢 所以大陆反向思考 那既然是这样就表示这个录音是真的 才会闹这么大不是吗 另外5月16号菲律宾100艘名船到黄岩岛 记不记得 然后菲律宾房长就带领官员 跑到中叶岛去宣誓 参加了菲律宾海军军营的开工仪式 但事实上呢在当天 外围出现了许多中国大陆的大型执法船 所以被认为是菲律宾房长被包了饺子 要包他随时可以包 反正大陆在那边现在也是常态的一个概念 还有一个让立将军一起讲就是日本 这个我们刚刚讲到嘛 这个所谓的多边化 打造制衡中国 当然了台湾啦 菲律宾啊 日本啊都是 那日本披露一个消息 美国政府呢 7月要把这个美国驻东京大使馆 再多增加一名官员 这个官员什么事都不用做 他就专门负责盯着中国 还蛮特别这个职务有没有 然后还不止东京 在泰国的曼谷啊 布鲁塞尔 罗马雪梨等等 美国大使馆通通增加了 这种盯着中国的官员 已经20名啊 这个官员会直属美国国务院 丽将军怎么看 第一我先讲一下 这个美方情报站这件事情 其实这个事情 其实任何一个国家里面的 一个外交武官 即使都肩负的情报工作 我们通常来讲 像我们台湾也是一样 国防部到最后担任这个情报次长 大部分都是由驻外的武官出身来干 那他这个在那边的话 他比较容易收集到国际的情报 但那种情报层级属于战略层级 不是战术层级 是属于战略 就是国家的这种 不管经济啊 或者哪一国跟哪一国来往 交往的这种情报为主 那美国会在全世界各个地方 包括日本 包括欧洲各个地方 都在他们的大使馆里面 派一个这个官员 专门来盯着收集中国情报 代表了一件事情 我觉得反而是代表中国的势力 在全世界都已经有很巨大的影响力 他才需要做这种工作 不然的话你说像他绝对不可能说是 你派一个人专门盯台湾嘛 因为我们台湾对全世界来讲 影响力不大 所以我觉得这个反而是显示出来说是 中国大陆对全球各个地方 各个国家都有很重大影响 他很担心说哪一个国家 譬如说尤其是欧洲国家来讲的话 会不会是说中国跟欧洲有任何一个 不管是经贸上面或军事上面 或者是一带一路的建设方面 有一些这方面的相关的蛛丝马迹讯息 马上要传回给中国 传回给美国国务院来做一个判断 那日本来讲更是如此 他现在其实我觉得美国也很担心 就是日本会不会说跟韩国 在东北亚这边 然后我们知道就是美日 这个不韩日中 马上要三国的这个高峰会议 马上要举行 那日本会不会因为自己的经济来讲的话 或者是韩国经济来讲的话 他跟中国有任何一个妥协 或者协调的空缺 其实这是美国所担心的啦 会不会打破他本来全球布局一个战略 这个有关于非兵军子协定 我的看法是这样 他一个军人身份 合理来讲 你不应该是以你个人身份 去跟这个外国的一个大使馆 来私底下做沟通 对不对 那只有两种可能 第一个被授权 对 那谁授权给他 那就问题很大了 如果说是小马可思 授权给他去试探 没有在那个录音档当中 讲得很清楚啦 那个周方的官员不是问他吗 是你跟那个谁谁谁确认过吗 他都说对啊 对啊 就是被授权嘛 对嘛 所以就是拿他当作试探 你看我们有没有办法 以后我们大概缓下来 可不可以这样就是我们来相处 如果说是有这种可能性来讲的话 就代表马可思大概也认清楚 这种局势来讲 对这个他们菲律宾来讲 事实上是不理 那为什么又会被拔掉 对不对 这录音档出来以后 为什么又被拔掉 就美国不准 美国不准你菲律宾 你跟中国来讲的话 你有任何妥协谈判的空间 你就是要在这边强硬的对抗 这个中国 我觉得我们台湾耐性者 现在跟菲律宾一样 跟小马可是一样 那被美国推到前面来 我跟各位讲 其实美国很清楚 也不管是菲律宾 或我们台湾实力 在军事上面来讲 都不足以跟中国来做一个抗衡 所以中国大陆的包饺子 你怎么看 可是 可是我觉得最严重是什么 就是说 如果说一旦 中国对菲律宾 或对台湾 有任何军事动作来讲的话 那美国来讲 可以号召他们 采取乌克兰的模式 采取俄罗斯的模式 实施SWIFT 或其他的方面的制裁 那对中国的经济发展 影响就很大 那中叶岛来讲的话 我觉得是菲律宾又在那边 他其实经常做这种事情 他像黄烟岛 上次他们也是有一个首长 去上面升国旗嘛 或者马德雷三号 到上面去开这个圣诞 巴菲开大餐 那到中叶岛 中叶岛来讲的话 围在那个地方 我觉得中国来讲的话 就是我要不要让你走 对不对 我如果说是不让你走 就不让你走了 中叶岛其实周边来讲的话 其实解放军 他们现在在美濟 永属主币 这几个岛来讲的话 要把它围起来是很容易 我觉得菲律宾 一而再再三项挑衅来讲的话 等到有一天 对不对 中国实在是忍不住的话 他当然不会对你动手 对你动手来讲 他也知道 会让落入美国 对中国实施制裁 落他的口实 可是他可以做他的动作 他第一个在仙兵礁那边 给你填岛遭路 你怎么办 对不对 黄烟岛那边 他就给你封锁起来 让你渔民没办法进去补育 之后来讲 他会不会在那边填岛遭路 如果说他在那边填岛遭路来讲的话 对菲律宾影响更大 就是你来这招 我不是没有方法 我也有方法 然后另外来讲的话 我觉得最严重的就是说 巴勒斯坦 不 柬埔寨那边 中国不是在那边云阳基地 其实他那个码头很大 他最近是071的这种 两栖登陆舰过去 他那个码头 中国帮他做那个码头 可以停航空母舰 是将来福建号要到那里去 如果说将来福建号 到了这种云阳基地来讲的话 那你菲律宾你还有得玩吗 你美国还有得玩吗 我觉得我们台湾自己看看菲律宾 想想看自己 我们要不要跟菲律宾一样 当美国摆弄了一个旗子 来挑弄中国 然后让你美国有借口 去对中国做其他方面 不管经济或各方面的制裁 但损害的是什么 是我们自己台湾老百姓的经济发展 对损害是对我们 对我觉得丽将军讲得太好 你说这个菲律宾也好 这个日本也好 算是主权国家吗 我们的这个赖信德政府 一直讲要去争主权 你跟中国大陆争主权 你要不要跟上美国争主权 对美国来讲 我们算是主权国家吗 事实都得听 大家好 我是主播张若鱼 你知道肌肤年龄 可以自己决定吗 25岁之后 肇原蛋白流失速度 将大于生成速度 想要北跑跑的QQ脸 吃的保养最重要 皮肤好 人不老 真正的美丽来自于内在 十几岩 德国专利肇原蛋白生态 快点购 全台独家贩售 德国专利原料进口 成分天然 零添加 平均分子量 两千磅尔顿 小分子 好吸收 重金属 需要检验 SGS检测 全过关 品质安全 有保障 一天一包Varisol 女神专用胶原蛋白 无论你是想维持肌肤Q弹 甚至产后补充 都十分推荐 在这里想告诉大家 这不是药 保养习惯 就要从现在开始 90天青春有感计划 拥有弹性美肌 超级Easy 输入推荐代码 还可以享有更多的 额外优费折扣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的